一美国网是1984年,这部电影当初上映时可谓是票房惨淡,美国网是无疑是世界电影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血亏,当时高达3000万美元,长达229分钟,历时13年制作的巨制,票房仅仅拿回成本了不到20%,逐渐这是一部可以和教父相提并论的影片。 2.埃及艳后1963年,这部影片当时成本4400万,积累到1970年美国票房才4800万,几乎让福克斯公司破产的影片,当时的4400万美元,已经算非常大的投资了。 3.影片拍摄期间还伴随着预解伊丽莎白泰勒和李查德博断的婚外情故事,影片拍摄期间也是灾难不断,但以现在眼光来看,影片仍可称得是经典。 3.银翼杀手 1982年,影片上映时正好撞上E.T.外星人,影片当时不讨观众喜欢,售周仅615万美元票房。 随着时间推移,影片称了可以和2001太空漫游,并驾齐驱则最伟大的科画电影。 2007年,阿菲评选了百年银翼百步经典中,银翼杀手排名第97位,4.搏击俱乐部1999年,这部影片当时成本6300万,最后票房才3702万,影片票房才勉强达到成本的一半,导致福克斯公司的负责人此年辞职。 开萨斯州的参议员FM,Brow,PiEco,N1Larger,N,PY,BACK当时在CNN上大次批评好莱坞电影的暴力倾向,举的就是本片的例子,影评人对博基俱乐部的看法也比较两极。 后来了英国电影杂志《Total Film》把本片评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电影》,五项宣克的旧书1994年,这部电影当时成本2500万,票房2834万,上映后票房非常一般,首周仅仅72万美元,因为票房很差。 失望的华南公司,给北美的烟香店,发售了32万份口碑,一位公司发言人曾坦率,表示这片子的票房表现完全紊乱,影片在奥斯卡上得到七项提名,最终歌力无收。 改善1995年是个奥斯卡大年,竞争者都是阿甘正传,低俗小说,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自弹横飞白老汇,爱得舞得这样比较强的对手,也很倒霉。 全靠录像大市场的拯救,影片最终长期占据印的网站,TOP250第一名的位置,令生活多美好1946年,这部影片当时投资成本318万,最后累计票房才330万,影片成本在当时算很高的,预计要到600万票房才能盈利。 而且弗兰克·卡普拉一直被视为受大众喜爱的导演,因此至少电影公司对本片非常失望,而且不再信任卡普拉。 但现在,每年圣诞节美国的电视都会播出本片,它也多次出现在一些电影榜单上,2008年,品出的个类型电影十大经典中,本片位列幻想类的第三位。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